大家好 我是史考特 歡迎收看一分鐘健身教室 從小到大的體育課啊 夏令營 都教我們運動前要拉筋 因為拉筋可以讓我們的肌肉關節柔軟 這樣比較不容易受傷 我從來沒有懷疑過這個觀念 直到自己變成了醫生 常常被人問要如何預防運動傷害 才想到要來好好研究一下這方面的科學文獻 2014年權威的英國運動醫學期刊 發表了一篇統合性研究 作者收集了25篇文獻 總共兩萬六千多人的資料 來分析看看哪一種身體活動 最能預防運動傷害 讓我們來看看下面這張圖 紅色框框代表拉筋 黃色代表本體感覺訓練 也都是一些平衡挑戰、轉向、動作訓練 綠色代表的是主力訓練 藍色則是什麼都做一些的綜合訓練 可以發現紅色框框的位置 在最右邊而且跨過了1 意思是拉筋之後受傷的風險沒有降低 綠色框框在最左邊大概0.3的位置 意思是原本的受傷風險是1 拉筋之後會降到0.3 換句話說可以降低三分之二的受傷機會 而且這個效果包含了運動場上的急性損傷 如拉傷、扭傷 或是今年累月下來累積出來的慢性損傷 像肌腱炎 這一篇研究的結果相當明顯 想要預防傷害 重訓比拉筋更有效 我們在之前的節目一再提到 外在壓力對骨骼、肌肉、軟骨都有刺激的作用 慢慢的增強阻力 可以讓我們的身體越來越強 之後應付賽場上高強度不確定性的挑戰時 更能夠扛住壓力 而不會受傷 難道我們從此之後都不需要拉筋了嗎? 我認為倒也不是 有很少部分的人受傷的原因 的確是因為活動度不足 例如肩膀抬不高的人 你要他做過肩推 或是腳踩很緊的人 你要他深蹲到底 活動度不足的問題 還是要靠拉筋 或是其他的調整來改善 另外也有研究指出 拉筋可以讓肌腱更有彈性 更能儲存肌肉產生的能量 對於爆發性的運動 例如跳高、短跑 還是有預防受傷的效果 但是對於健身房族群 或者是耐力有氧球類運動來說 毫無疑問的 重量訓練預防傷害的效果 要比拉筋好 現代人生活忙碌 時間非常緊迫 所以我建議各位 以重量訓練 來作為主要預防傷害的方法 至於沒有時間壓力的朋友 加入一些拉筋 當然也是沒問題的 你同意這篇研究的結論嗎? 歡迎在留言區發表你的看法 好,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別忘了幫我訂閱跟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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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